圣星一二二楼彩蛋 这边教一下大家怎么近距离去卡出这个人影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旦走进去的话 就会发现这个人影就会消失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进去观察呢 办法的话是有的 这里的话我们需要用到梦之礼物 把这个人影卡出来之后呢切换成信徒 这时候人影的话就不会消失 然后我们去二楼看一下这个人影长什么样子 呃另外需要注意点就是 这个人影的话只有自己才能看得到 其他人的话得站在礼物那个位置才行 然后这就是一个人影的模型 可以看到是一个绑着绷带的星额的建模 也可以说是替身推演了 他可以是任何人 那你们觉得他会是谁呢 不一定是男生也可能是女生 大家可以猜一下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自定试一下 另外这边看一下 当心理学家触发彩蛋的时候 监管者能不能看到这个彩蛋 可以看到监管者的话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彩蛋的 这个彩蛋的话是心理学家专属 好了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哈 哈